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谁在说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位浪子 当他想回头的时候 他的爸爸却离开他了 他的妻子也离开他了 家里仅有的亲人 他的妈妈为此也是交集万分 那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位交集的母亲请上来 直到此时此刻您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现在我活得特别痛苦 非常痛苦 我的丈夫离开了我 儿媳妇也走了 现在唯一就剩我和我儿子我们俩 家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儿子染上了什么坏习惯 赌博 他像这样的赌博的习性大概多长时间了 又好几年了 当时没想到说有一天能把这房给卖 原来不知道 后来他把家都给我弄没了 我才知道 张女士告诉我们 由于自己的儿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导致本来和睦的家庭妻离子散 为了还赌债 儿子连自己唯一的住房都被抵押出去 自己只能租房住 如今儿子背负巨额债务 又没有收入来源 全家只能靠着自己的退休费 勉强度日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丈夫和儿媳也相继 离家出走 只剩下母子二人和自己八十岁的老母亲 面对如今境遇 张女士天天以泪洗面 她不理解自己为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一切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这个家弄没了 房子弄没了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现在租房外边已经租两年多了 是抵押了还是变卖了 就是抵押了 抵押给中介了 抵押了多少钱 三十多万吧那会儿 09年那会儿我才知道 人家中介上我们家去收房 我说不对 我说这是我的房子 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买的房怎么会成 我自己一直从95年买房 一直做到现在 怎么成他的房了呀 他说那得问你儿子 等到09年人家去家收房的时候 我才知道 人家说他跟他借的高利贷 那当时你们有没有第一时间 赶紧问儿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会儿人家都已经把房就卖了 已经卖了别人 都过户给人家了 现在我退休工资 我拿两千多块钱 我也没有这能力买房 现在这个房价 我根本就没有这能力 我想做梦 我都不敢想这事 后来我想着 帮我怎么着 已经到现在了 我也不能说把这事弄得太什么了 得了 就咱们搬出去吧 我特别想问问您 您作为一个母亲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您知道以后 您肯定第一时间 要找儿子来谈这个问题 儿子是怎么给您回应的 他怎么来说这个事 他干嘛去 到那会儿他跟我说一下话呢 刚才说妈你放心吧 这房永远 你就住着吧 永远是咱们家的 信不信的 这房已经是不是我的了 那会儿就 那儿子是不是以前也进行拿这句话糊弄您 您挺好糊弄的 对 就清信他了 那他爸爸呢 这爸爸肯定得问问呀 他爸爸 他爸爸更是一老是头 根本不管 根本也管不了 压抑呗 他也压抑 要不然这样 他咋回他爸爸跑了 一直就离家出走 不回来也找不着 阴隐全无的 那我问一下 推一下话筒先生的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当时房子您私自卖了 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 或者是征求他们的同意 对吗 对 您还真挺打大的 敢干呀 当时可能是着急了 也没想那么多 而且那中间 还发生了好多 就是 好多事吧 也是可能会是 就是没想到吧 没想到 那房他能那么快的 因为在我跟他的 约定的日子 还没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这房子 给过户了 所以说在那期间 我就认为 我能给还他利息 他就不应该把这过走 所以说也是那会儿 没想那么多吧 没想那么多 也就是你的确是 没有顾及到 你父母的感受 对 你没有想到 这个房子如果一旦 真的是过户成功了 卖掉了 这作为你父母 唯一的居所 他们去哪住 这些等等现实的问题 您都没有考虑过 对吗 没有 后来 多长时间以后 你们就搬离了 你们的家 12年 9月1号 我搬出来了 孩子在什么时候 才彻底的交代了 事情的原委 他结婚以后 他才说 我说你到底说 我家已经没了 你给我说个实话 到底是干什么了 他干什么 我赌博了 张女士说 儿子彻底向自己 袒露实情 是在2012年结婚前 那时 张女士才知道 儿子染上了 赌博的恶心 一直以来 对儿子的信任 瞬间崩塌 而丈夫也因为 受不了这种打击 开始选择逃避 用多次的离家出走 来面对这种情况 那爸爸从什么时候 开始离家出走的呢 从那房搬出以后 就走过不是一次了 有几次了 走时间长了 就别人 有人看见他呀 或者是亲戚朋友啊 再不他有的时候 他也挺惦记我的 因为我也没好身体 不是 我腰不好 他就放心不下我 完了就跟联系 回家住几天 完了就走了 就走不至一次了 今年就走三次了 他每次走 之前有征兆吗 没有 也不跟你们打招呼 谁也不打招呼 不留字条 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他回来以后 怎么跟你说呢 手机一直就关机 不说 你为什么都不说 手机也不通 不通 关机 联系不上 永远都关机 这都走两个多月了 要 谁给打电话 都是关机 永远都是关机状态 张女士告诉我们 自从得知 儿子染上赌博的恶习后 丈夫多次阻拦无效 对儿子彻底失望 为了逃避现实 逃避家庭 躲避伤害 自己的丈夫 近年来多次离家出走 每次离家出走 都会和家人亲朋 断绝一切联系 在前期采访中 张女士告诉我们 丈夫一开始出走时 还会和自己联系 但是自从自己找到过他一次后 就再也不和任何人联系了 12年他走的时候 我们找过他 他后来我就不经意地 在他那个电话本里 看着一个电话 我觉得这个电话 好像因为 就是说也是我们本地的电话 那交区号 后来我就打 一打呢 他说是就在我们那个县城 东面有一个新农村里边 有一个叫什么筑钢厂 也不是什么筑造厂 是有那个锅炉 就是烧煤的那个燃煤的锅炉 他有那四桌工的本 然后他去那烧锅炉了 后来晚上前 我们娘俩 就跟我们孩子 我们娘俩就打车就去了 后来我一进去 是跟他一边那老头 他的班 他说那回家 他没回家 我说没有 那他说上他姑姑他们住去了 后来我一想 那肯定是他妹妹在家 那就上他姑姑他家找去了 到那一进门吧 还真在他妹妹呢 我说咱回家吧 他说我不回去 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没家 这样子后来 他把家人就让我 死结白裂转下来 他不上车 就死结白裂的 靠我家一宿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走了 就又好像这就没有 通过张女士的讲述 我们知道 张女士的丈夫 是一名技术工人 那么很有可能 在离家出走期间 通过自己的手艺 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 为了能帮张女士 找到她的丈夫 栏目组决定去密云的几家工厂 去寻找一下张女士的丈夫 而此时 节目现场 主持人也在探寻着 丈夫出走的真正原因 那您怎么知道 他的出走跟您儿子有关呢 他就整天你嗨声叹气的 嗨声叹气的 就一瞅着那孩子 他就整天闷闷不乐的 也不说也不到在家 压抑呗 他也压抑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都说话就六十了 都是五零后的 不是 在家待着的时候 就是跑桌吃饭的时候 我做饭 吃饭的时候回来了 吃完饭 一会儿 待不了大会儿就走了 晚上吃饭回来了 等到吃完晚饭又走了 走了就睡觉先回来 早上起来 还是就一天老是这么转 就他爸爸 老是这么转 他爸爸心里的确是不痛快 但是他也为这个事 没有跟儿子交流过 没法交流 也不谈谈心 也谈不了心 也不像有的爸爸那样 说把儿子揍一顿 哪怕是 这孩子脾气 那还弄弄的 有的时候就跟我们 还发脾气 在这之前弄了 还跟我们弄得我害怕 他爸爸都现在 只要回来的时候睡觉 都把门给别上 都不敢就那么 直接关上门睡觉 不敢 其实我也没干什么 过激的事 我也就到现在 我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总是说 他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我我也不知道 所以您说说 这儿子干的这事吧 把这一家人 都推向了一个绝路 现在我特别难 压抑得很 我特别痛苦啊 张女士告诉我们 丈夫出走的根源 在于对儿子的失望和惧怕 父子俩常年没有沟通 儿子的所作所为 更是逼张女士走上了绝路 在这次丈夫出走的半个月后 自己的儿媳妇也选择了不辞而别 儿媳妇的出走 彻底成了压垮张女士 和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儿媳妇是几月份走的呢 12月12号是走的 12月12号 对 她说她逛街去 就从家出去就没回来 儿媳妇这是第一次离家出走吗 不是 也不是第一次 不是 之前也走过 走过这是第四次了 最长的一回四个月 最短的也得离个两个月吧 儿媳妇在出走之后 也没有回娘家 没有 在外边 在外边 她没有孩子吗 没有 那她一个人在外面打零工 可能是吧 我想的是她不 她不会说自己外边这啥去 别人那也没有钱 在一个那也是过日子的人 那儿媳妇也挺好的 那儿媳妇是北京人吗 不是 还是外地姑娘 东北的 所以你想想她一人 还挺能吃苦的 头两次都是去她弟弟妹妹一边 找个城市找个地上班 每次把她找回来以后 能在家待多长时间呢 最长的也超过两个月去 这次是十月份才回来 完了以后这又走了 一点征兆没有 什么都没说 平时天下帮我干活什么的 做饭归着家收拾屋子 什么都什么活都给我干 洗衣服 这回也是那天中午吃完饭 吃完饭了 她背着包走 我说你干嘛去呢 她告诉我我逛街去 就走了 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什么都没拿 光街就走了 手机就关了 就永远连一步场 儿子找过她吗 这次 也打电话 也找过 找不找 哪找去 也不知道在哪 她一走了 走了以后 她就也不吃饭 也什么都不干 就更焦虑了 就在屋里待着 嘴里也哪都是胖 她也着急 也找不着她 本身她是个外地人 在这边有 非亲非故的 居目无亲 就是她也着急 对 我就看着这 女儿子 回身 我们家的人走了两个 就将近两个月了吧 现在这儿子 就走了 我真是雪上加霜 我实在是 我真没有一点别的办法了 老来老来 三五我都赚全了 我当现在什么 我都没有了 我也特别痛苦 现在孩子一共欠多少赌债 你知道吗 具体的 我知道这房那会儿就是 欠了一共是三十多万 给我抵出去了 后来可能她还有 她也 也是怕我着急 本身我也因为她外地欠着债 她没跟我说过实话 反正就说她也挺痛苦的 她又没有收入 也没有来源 欠五六万块钱吧 我妈 她现在多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一直就没有 正式 没有说 说找个正式的工作 没有 现在在家里 对于她来说 就天天在家屋里憋着 哪儿也不去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最近找过 找完了 人家 就还是你说 也就那种情况 就是不行 我要不想着 我把她带到这世上 我没有尽到责任的 我上面有 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 也有病 现在在我家住着 完了以后 她又这样 她爸爸跟媳妇都走了 我不忍 作为母亲来讲 我不忍心抛下那儿 我几次都想轻生 我也是了一了百了 可是我没有这决心的 我上面有八十岁 老母亲有病 我也没有进到校 没有进玩校 孩子又这样 所以说 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张女士在场上 气不成声 如今一无所有的生活 让张女士觉得十分艰难 更让张女士伤心的是 孩子对自己的欺瞒 时至今日 张女士仍然不知道 儿子到底在外面 欠下多少钱 在孩子的成长经历中 父母又起到了 什么样的作用呢 她的爸爸 为什么选择的是 逃避的态度呢 我们家那人 脾气也特别个性 他不像人家是 就是说 善于表达 沟通 他没有 从来没有 包括我 我们夫妻之间 这么多年 三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 照人家似的 或者说一块溜溜弯 逛逛商场 或者说坐那聊聊天 没有过 他就这么一性格的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皮挺爆的 小时候挺害怕 挺怕的 所以 丈夫对你的冷漠 让你把所有的热情和希望 都寄托在你的儿子身上 对 对儿子从小开始 就有很多的宠爱 溺爱 那都是我的错 就是我自己没把握住 都想着救了一个孩子 再一个我就没说 在他身上抱着特别大的希望 结果让我希望有多大 失望就有多大 到现在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成功过吗 他就是说 自己弄旅游那会儿 也是 也挺辛苦的 也是挣了钱了 他那个 包括他那个 同龄人 也都说 就是间接地跟我说过 说那个 说您儿子 说弄这旅游 弄得不错 刚才说 已经见了成效了 说 也没少挣钱 那会儿平均大概一礼拜 能挣个 一两万块钱吧 一个月下来 能挣个五六万块钱 后来我说 那管什么 挣钱不挣钱 我说我也没看着啊 反正我说心里话 我真没看过他钱 我就想着 他那是正事 说让他自己挣点钱 周转金方便点 因为自己干不是 我想着我呢 月月甭管多少 固定的 有点工资 就是能维持家里的生活 就是哎 想着 反正就这一个孩子 有多有少 反正将来也都是他的 所以说呢 就太相信他了 挺和谐的 那会儿家里 通过这位女士的讲述 可以说淋漓尽致地 展现在我们面前 就不光赌的 赌输了钱 房子 而且赌丢了亲情 赌丢了大好的人生 观众朋友们 也都应该引以为戒 当然我能体会到 您的着急和您的处境 但是我想跟您说的 您想改变你的儿子 首先应该改变你自己 就是你无条件的付出 和无条件的迁就 导致你儿子 现在的这种后果 就如果你这个房子 读过早的货户给他 在你自己名下 他很难去出手 也很难去办理抵押 至少他办理抵押 或者卖的时候 他必须经过您 您知道他这钱要干嘛 你有权利去决定支持不支持他 但是你一旦过户到他名下 他就可以自己去处分了 从法律上来说 他有权去做这个处分 是在什么情境下 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儿子 您说为了让他创业 他创业跟有没有房子有关系吗 因为他那会儿 他自己弄旅游 他得就是打广告什么的呀 什么带团呀 他都得自己先得店不是 他店跟这个房子过户给他 有关系吗 他用这个房子 他带了多少钱 那会儿带的是六万钱 六万 那我再问问您 当时如果他不通过这个房子 带这六万 找亲戚朋友借 你们家能借到六万吗 这就是跟人家借钱 也是不是特别那么好张嘴 再说谁家也都不富裕 都是自己 自己重新自己组建的家庭 买房子的 都是自己拿的 也都外边也都借着债 或者带着款 那我想追问一句 如果这个房子不给他 就落在您和您先生的名下 是不是也可以贷款 那会儿 那会儿就想了 是不是他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 如果不把房子过户给我 那么我将怎么样 我问一下 推一下先生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 09年当时 您跟您妈妈来商量 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您名下的时候 其实拿他们的名字底下的话 也是可以带出钱来的 当时第一次做的时候 之前商量的时候 我父亲就是 他这人比较保守 我父亲嘛 就是我感觉就是有点抵触 我的意思就是想 这一次说通了 这东西过到我这了 就是以后用的方便了 因为我们那个资金量流动的比较大 有的时候结账结不回来 你垫不动的话 垫不动的话 这好些东西就没法继续往下进行 你想着一下子过户到您名下 就像你自己说的 活动量很大 将来所有的一切支配权就在您手上 包括后来把这房子变卖的时候 你也明确的知道 这个房子您有全部的支配权 对吗 对 其实你当时就想到了这一点 当时没想到说有一天能把这房给卖 你想到的是 你要把这个房子做最大的支配权 对 但你没有想过 这是你爸妈出钱买的房子 对 通过和观察室中的柴先生连线 我们了解到 当初完全是为了能对房屋有更大的支配权 才立主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 并没有考虑到会给父母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面对母子二人的陈述 专家老师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妈妈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内心是非常痛的 我就想 这个年龄的人 忙了一辈子就忙一个小房子 最后是自己的儿子拿这个房子给堵出去了 他没地生活了 他后边该怎么办 儿子小有成绩的时候 并没有说我来告诉父母 我还不错这一年 而是通过朋友告诉您的 其实我们就是在想了 那他为什么不能够把好的部分告诉您呢 那有可能一旦告诉您 他的钱可能会被控制 所以其实你儿子至始至终 特别希望有无限的自由 那这种无限的自由对他而言 可能就尺度就会大了 如果仅仅为了说是投资 为了说是做生意 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自由的渴望 再有一个 我们说当你把房子压出去的时候 有可能在您和您儿子的心目中只有赢 就没想过说赔了会怎么样 就您认为您儿子的生意一定会挣钱吗 根本没想过说我把房子赔没了怎么办 那儿就反正就是稍微好点 稍微好点 所以就把他努力了 但结果是一样的 房子没了 您还是要租房子住 反正就是也是想不通 其实创业也是一种赌博 对 有可能会创业成功 有可能就输了 有可能就想着太简单了 想着应该是凭他的能力 应该是没事的 您太相信他 对 就是太相信他了 让他把我给骗了 你现在今天用了一个骗子 我就上他当了 我要知道这样 当初这会儿 我要不给他 过他明假 我今天也没有这事 今天你恨你儿子吗 恨他 也恨我自己 没把握住 张女士在场上告诉我们 如今自己只有悔恨 后悔轻信儿子的言语 憎恨儿子所作所为 害得自己如今生活颠沛流离 而此时场外 栏目组的编导 也在去往蜜云的路上 我们现在在去往蜜云的路上 通过前期的采访 我们从柴先生的母亲那里都知 柴先生的父亲 在前几次离家出走的时候 曾经取过密云的一些工厂工作 就此我们推断 这次的离家出走 柴先生的父亲 应该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来保障自己的生活 究竟栏目组这次 能否找到柴先生 并将他带回家呢 面对情绪激动的母亲 作为家中现状的始作俑者 即将上场的柴先生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 他今天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先生你好 主任好 大家好 我想刚才你妈妈交集的样子 你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 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 心里特别难受 想到自己会有今天这一天吗 想到 想到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的 赌不上的时候就想到 肯定会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那你告诉我 今天你来到我们节目 想自己忏悔 然后去直面 去面对这些问题 做好了自讲准备吗 做好了 来请坐 中国有句古话叫 浪子回头金不换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困难或者说是失足 但是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该如何去应对 可能就能体现我们的智慧 对 以及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了 您现在不光是你妈妈的儿子 还是你妻子的爱人 对 所以你的身份现在已经是复杂的 我本身就是 他爸爸走了 完了这 这媳妇又一走 我就更受不了了 你现在是 你的不顺心 你的不如意 或者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导致你的爸爸直接出走 能够导致你的爱人 彻底离开你 我相信这一切对你来说 是一个打击 对吗 对 说心里话 就这孩子 我感觉这媳妇 我真是心疼 你有多长时间一个人沉寂在家里 没有走出家门 将近一年了 这一年当中 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这一年当中想最多的就是 后悔 还有是对以前自己做的事 就自己的一种恨 悔恨 对 除了悔恨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该如何去重振旗鼓 以前的想法挺多的 就是通过这一四年那一年的经历这么多事 就是想着自己有一份 就是说能养活自己的 有个稳定收入的工作 就我就 现在我暂时想的就是这些 我说你一点男人担当都没有 你怎么跟人过日子呀 那你去找过吗 找过 找过工作 找过 那为什么后来都屡屡受挫呢 我在一个多月之前吧 我在昌平的一个单位上了有半个多月的班 但是后来 人家单位现在就是不得 好多单位都有证审那个嘛 然后因为那个 人家最后就给辞退了 证审 对 你的证审有什么问题吗 你这是家庭内部的一些事情 又没有上升到社会上的一些什么问题 我 110年的时候吧 我因为隐瞒掩饰对责德吧 受过公安局的处理 所以说现在就有那个 有个全科 对 去哪的话都有那个东西在你脑袋上扣着 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悔恨中度过 也想重新开始 但是因为过去的失足精力 导致求职屡屡受挫 究竟柴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变成了如今这样 因为因为电脑嘛 买了买了十多的电脑 你买了一个电脑当时多少钱一台 一千块钱 买了多少台 十一个 后来你通过这十一台电脑 你挣了多少钱呢 挣了不到一万块钱 挣了不到一万块钱 对 但是却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对 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 这好 我说这家的防灯 现在才可以干这个 在这个点上我想问一下徐律师 我想说到这了 我们要跟电视线观众朋友来普及这个法律支持 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 我捡了一个便宜 我买这个东西多便宜了 殊不知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其实存在很大的隐患的 我想这位先生他的这一段经历 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徐律师 没错 这里确实应该强调一下 就是明知是犯罪所得的 那么你存在窝藏啊 转移啊 收购啊 代为销售 那就有可能处犯到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了 就刚才他提到的 所以什么是明知 通常他有一个推定的问题 就是人家卖的时候 可能不告诉你 这个是怎么来的 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比较典型 就是我们通常都知道 电脑是多少钱一台 大概其有个心理价位 当这个一千块钱 卖一台电脑的时候 它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 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 有一定这个生活阅历的人 你就应当知道 所以他就推定你应当知道 这个不是正路来的 而且是有一定批量的 就不是说一台我自用 那可能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你买十一台 而且从中谋利 这就构成犯罪了 那我想问一下您 像这样的犯罪 最高能判刑 就是怎么量刑呢 有一个规定吗 他是三年以下 有去徒刑管制拘役 并处罚金 所以电视线观众朋友 如果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还真的是要 着重地提示一下 在法律上 很多东西是有边界的 柴先生谈到自己当初 因为贪图便宜 导致自己吃了大亏 如今也是后悔万分 而当时之所以铤而走险 是因为自己在2004年 染上了赌博的恶系 我是2000年 2000年年底 就是跟别人 也是通过别人入的这行 开始是给别人打工 后来自己 就是最开始是跟一个朋友 合伙干 后来就自己干自己的 我们那会都是那种挂靠 就是交挂靠费 自己自己开 就是那种旅行设施那种 挣了那几年间 挣了得有不到40万块钱 他那就是说40万 没见过 一分都没见过 那会在同行人里 算我自己觉得 也算是成功 因为到那会儿 我的同学 以前有同学 还有在上学的 或者说他们一个月 那会儿就挣个1000多 好点能挣到2000多块钱 我在那我就觉得 可能是自己有点 有点膨胀 有点昏头了 然后就开始接触这个 接触这赌博 大概你能赌多大的呢 最开始 十块一局 最高300的吧 玩那种的 你晚上能输赢有多大呀 输赢一晚上没准 有时候少少也得两三万 多了就得七八万八九万 没准 一晚上啊 对 您当时一年能挣多少钱啊 您去年 那会儿自己说了有 我不到四十万块钱吧 04年手上 你就有不到四十万 对 你一晚上就能输掉 如果是输的话 一晚上就能输掉七八万 对 那也不经输啊 还当时开始 就想着消磨消磨时间嘛 也就是都是朋友 朋友互相找 你一天最大的输赢 我最多说 一晚上输过十一万多 我的天 十一万啊 这输钱的事不说 您现在不说 那也不说 你输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这是你这得刨一两年 才刨出来的钱啊 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这人就有的时候 比较爱钻据远家 我就总感觉 要把它翻本 输到两三万的时候 就也想别玩了 但是总想着 没准一会就能缓了缓了 缓了过来 就想着把钱赢回来 够本的就不玩了 那那十一万输的你心疼吗 当时 当时挺心疼的 他要早跟我说这 我就根本 我就就 我管不了你 我可以什么 让民警或者警察介绍你 是吧 这不是啥合法的 您最多赢的时候 一次能赢了多少钱 最多一次赢 就赢了四五万块钱 多了没赢了 他什么都不能抓 不说 这玩牌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 输钱输多少 我都敢往这坐 赢到一定差不多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就好像 没赶两点往下坐 就总感觉 一会儿要是 把赢钱输出去 又白来了 所以说就赢的时候 赢了两三万 就不敢再往这玩的 但是输只能说是 越输越想在这玩 跟我说就是 要钱 这四十多万 您辛辛苦苦挣的钱 用了多长时间 把它全部输光的 从春节前到开春 也就三个多月吧 三个多月 四十多万 全部输进去了 对 要不是我说 养这一个儿子 我实在是 也就是你把钱全部 自己挣的钱 全部输进去以后 您就开始动脑子 要花家里的钱了 开始没有 然后因为 都输没了之后 当时想在 自己手里也没钱了 就想着从别人那 先借点钱 再去拼 再拼一回 最开始是借钱 对 借了多少钱呢 最开始就借了 有同事 借了有五六万块钱吧 记得是刚开始 去又去的时候 是总算仗是赢点钱 但是我都总觉得 现在回想一下 就是 就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了 是别人似的 控制不了自己 一想起这事 一想就觉得输钱冤 而且就特别坚信 我自己能把输的钱赢回来 所以就一点一点的 五六万也全部输光了 输光了 然后就再互相借 互相打 互相借 互相打 那期间你工作吗 那期间有工作 就还是在那个酒店里边 挣的钱是入不敷出了 不够不够 坑人的玩意儿 当朋友的钱都借的差不多了 也没人再借给你的时候 你怎么办 没别的车了 想玩也没钱了 也玩不了 然后突然间 也是朋友 要结婚了 要买房 然后从人借的钱 不给人家办 也实在是时间长了 不合适了 然后也就是 借着这个茬 然后那会儿 单位也就不去了 想自己再重新干 就想让我自己 再干旅游 这点钱 我用个两三年 我自己 就是努努力 我还能给挣回来 把这铺子补上 但是那会儿 确实是没钱 再去把这摊调起来了 然后就想着 从家里边拿点钱吧 这件事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才知道 就知道这么想起 知道这么想起 这才知道 要不是这坑人的玩意儿 你当时想 从父母这拿点钱 是想找父母 借点他们的积蓄呢 还是就已经明确地 动了脑子 要动他们那个房子 那会儿 我就想 得用个五六万 还人家一点 自己留点干这事 我就能想到 这五六万块钱 我家里肯定 没有那么多积蓄 然后我就想着 开始也是想说 让父母给凑点 结果聊完之后 实在觉得困难 后来我就想 我说不如 我说要不就这么着吧 我说把这房 咱们抵押出去吧 抵押出去 能周转一下 鬼迷心跳了 你给你妈妈 编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你要创业 对 不过那时候确实是想创业的 确实是想创业 那我想问一下 在这之前 你已经挣到了三四十万 你妈妈知道吗 没跟他说过 你挣了钱也没跟他们说 没有 因为那时候 也不知道你手上有钱 那时候很少回家 有时候一个月 回去一次 有时候没准两个月 回去一次 也很少回家 如果当时你妈妈 不同意 或者是按照你爸爸的 这样的一个 爸爸的态度 不是不太愿意吗 对 如果当时他们就不同意 你怎么办 他说他们就是不同意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东西 都得在双方 都是自情愿的情况下 去那个相应的地方 你签那合同 才能生效了 他们要是就说 死活不同意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害人精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当时开这个口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断定 你的妈妈肯定会帮你 应该是 因为 虽说我以前没跟他说过 我挣多少钱 我们家在0708年的时候 家里边找过一张火 我家烧得就挺不像样的 那次连装修 在重新买家具什么的 花了七八万个钱 我没有让我妈妈出那钱 因为我妈知道 我能把那钱出了 就应该说我是挣着钱了 那管啥呀 装修完了 就是人家的了 我起初我也没想过说 给他们设个套什么的 我当时就是想着 就是我先把那个房子压出去 借个六七万个钱 五六万个钱 我把着急的我给他堵上 然后呢 我越来越还那里 我都还那里贷款 一千多块钱 然后呢 我用就是当时想 就是用了五六年 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 我自己要是干不好的情况下 我也能攒够这钱 我把这钱再给他还一上 但是这东西第一次借了之后 然后就有点杀不住车了 柴先生说 自己当初为了还清赌债 并且抱着翻本的侥幸心理 在没经过父母的同意下 擅自把房子先后抵押了出去 获得抵押款三十余万元 这笔钱又被扔进了赌博 这个屋底洞 你告诉我 你拿到这三十多万的房子 抵押款之后 你都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把它全部都花光的 第一次给了一个六万 六万还了别人两万吧 生四万块钱 生四万块钱 我拿出 拿出了不到两万块钱 找了个 就找了个没事 在我们那边 然后又重新把那个干起来了 干起来之后 也是就不敢玩太大的了 就是玩 跟人玩小的是经常也去 你那个旅游干得怎么样呢 后来 那一年我也就挣了有四五万块钱 是啊 您这心思全在赌博上 他每天就猴急猴急要去那牌局 你想想 你哪有时间去想着琢磨挣钱呢 对 把这六万输完了之后 中间停滞了有一段时间 就自己也恨自己 就是不玩了 肯定 这回肯定不玩了 坚持了有两三个月吧 然后又开始 开始也是没拿这房子做什么 也是从朋友倒了点钱 然后这次 可能是当时就想着 这是最后一次了 要么就输 要么就赢 最后一次 就很厌心来 跟自己赌一次了 结果这次 彻底陷进去 彻底陷进去 这次赌得更大了是吗 对 第二次从银行带了一个 又带了一个 十六万 十八万块望 反正是不到二十万 拿出来 还了别的点钱 剩下钱 没用多点钱又输没了 你在这过程当中 你心里会害怕吗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会 有的时候一个人 那段时间我也不在家里住 自己在外面住 就挺害怕回家的 你有没有想过 这哪一天 要是冬双事发了 被你妈妈吃到了 怎么办呀 当时也想过 但是自己 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自己忽然间会想起来 既然已经发生了 就这么着了 就先自己 先面对吧 就是要放弃了 也就是这个房子 过过到你们一下 其实真的是害了你 对 这是第二次十六万 那还有第三次 到第三次的时候 这房子就已经不在我名下了 不在你名下了 对 因为我当初第二次 跟他签那个 签那个合同的时候 上面是写着 是我按月付给他利息 然后那是 如果这个利息停滞 够四个月了 所以三个月 他就有权利处置我这房子 因为当时我想着 就是想什么车 我也不会想到 这利息断了 其实那时候我压力也挺大的 然后就是到第二个月吧 还没到还第三个月的钱的时候 就因为这电脑的事就 就暂时就进去了 就进去了 进去了 这个跟我借我钱的人 也不知道他是心里没底的 是怕我一时半会出不来的钱还不上 还是说他就想借这机会 因为能我了解到 就是我跟他签完那个委托合同之后 他随时在我就是 我不用我去 他随时有权利处置这套房子 然后我进去之后 他就更 我觉得他就更肆无忌惮了 他刚才说 没事 我跟他打官司 我出来之后 我看他那过户的日子 但我进去之后 大概有不到一个月 已经过完户了 为什么还要骗他们呢 第一是没有勇气面对 第二个就是在我印象中 可能那会儿有点 失去理智了 我就想 因为这合同是我签的 我们俩之间的约定 我知道 他只有在最快的速度 达到第三名下 我才告不赢 因为我跟那第三个人 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他应该是在那年的 3月15号之前还清了 他是没到3月15号 12月份他就又转手了 转到第三个人手了 当初法院 二中院调解的时候 说如果这套房 还在这个人的名下 说你这关系的能分 他就是因为人家 就是说已经在 在最短的时间内 你现在跟这第三个产权人 你们俩之间 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所以说你告也告不上 然后自己那会就认为 就说我当时就想 而且我就这一套住房 你就是谁来 我也不走 所以说我就跟我母亲说 我说您就在这住着吧 我当时说到原话 我说您就在这住着吧 我说只要有我一天 我说这个 我肯定不会让那里什么的 一点住的都没有了 后来我母亲 肯定是跟我附近商议 看着我就这么折腾 怕我到最后 因为这个又怎么着了 因为腾房的时候 那会儿 我跟我现在这个 跟我老婆就已经认识 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真愧对人家 没人就这媳妇就像 像现在这样 他这样 我结婚之后 我9月1号结的婚 过了半个月 我们一块搬走的嘛 柴先生告诉我们 因为自己沉浸赌博 导致自己输掉了身边的一切 家中唯一的住房 更是在结婚前夕被收走 但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不仅柴先生的母亲没有放弃他 柴先生的爱人也没有放弃他 这让柴先生感觉到了生活的希望 认识多久结婚的 一年多吧 一年多 那当时他选择你 他知道你这些事吗 知道 他都接受 我们是通过别人接受 认识的 然后我们俩聊的时候 我就把我所有的事 一见不落的 就像今天在这跟您讲的似的 所有的事全告诉他 说咱们只要咱们人都好好的 健健康康的 咱们一块出去住房 咱们还能把这个过去 人家还这样说呢 在他眼里 他觉得我不像是这么 太那什么的人 所以说他也答应了 就说跟我结婚 要不我说对不起 我哪个人的媳妇呢 虽说 知道我的事的人不少也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生命中 突然间能出现这么多女人 我觉得我跟人说了那么多 人家还能说 就觉得能跟我一块过 愿意跟我从最苦的那段过来 我觉得我就 我也确实挺爱的 我就没 你家房闹的时候 我跟他说完之后 他跟我妈 他主动跟我妈说的 他说 他说妈没事 他说只要咱们人还在 咱们一块挣钱 这没有的东西 咱们很快还会有的 他后来是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我老婆也说 他是那种就是 宁可把自己憋得死了 他也不跟你理论 是那种人 所以说他高 就是高兴的时候 他能跟你沟通沟通 他只要一生气 他要是 比如说这三天过不了 这劲 这三天 你根本就听不见他说话 就你怎么斗 怎么说 他也不会理你 我每次提起来 我说是 我说我没钱 我养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他说 他每次都说 他说我没良心 他说当初 要是因为钱的事 当初 我也不可能跟你结婚 当初你也什么都没有 他总说是性格不合吧 或者说 他也有压力 他觉得跟你这个男人在一起 似乎看不到希望 对 结婚两年来 你也一直 萎靡不振地萎缩在家里 并没有开始去想着 未来怎么去规划 或者怎么去重振旗鼓的 开始新的生活 而只是这样沉迷在家里头 悔恨 在这个时候 你觉得光悔和恨有用吗 没有 没用 妻子最后一次离开你是什么时候 这月12号 12号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呢 可能快年底了吧 他妈前一段时间又有病 切钱吧 然后就觉得 因为我们俩说好了 过完年 暂时先回家 然后干点什么 就是能干干点 不能干 先就是说先把春节 先凑合熬过去 过了年 我们俩去 那时候说是去青岛 因为在 13年的时候 我们俩在哈尔滨待了一年 就是在一个 那叫哈尔滨 那个大学城里边 自己租了一个 就是那个小档口 卖一些小吃 卖点加盟的 卖点什么 就是烤鸡嘴鸡翅什么的 我们俩在这儿干了一年 这不是挺好吗 是 挣着钱了吗 挣着有 这一年下来 除了吃喝 在房租 应该能剩两三万块钱 他说剩两三万 我还得投了一万七呢 没收过整天 反正就没给过 就是第二年 该交房租了 该去交了 他走了嘛 他走了之后 我一个人 我就有点心理 有点心灰意冷 我就回来了 都快丑死我了 就这孩子 现在这个女人 也离开你了 对 你是不是也感觉到 心灰意冷 肯定也是 觉得是有点承受不了 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 夏天 今年夏天 七八月份 对 当时在 在天冲院那边 一个小区里吧 当时坐了 从中午就坐在那小区 路边上坐着 一直坐到天黑吧 就是 那时候大脑一段空白 就感觉 什么都没有了 混成今天段下 再活下去 给自己造成压力 给父母造成压力 给自己的老婆 造成压力 给家里 所有的亲戚 造成压力 当时我就想 我是对于这个家来说 我等于就是一个 祸 用我自己的话说 这个家 如果突然间没有了我 我父母 还有我亲人 加上我老婆 肯定会伤心难受 但是那是短暂的 一年 两年 三年 撑死了 他们我也就 从他们的 就是说这一个 悲伤中 他们也就走出去了 但是我要是活着呢 当时就认为 我活一辈子 他们就得痛苦一辈子 所以说 当时 想来想去 就想着 算了 有时候 他让我恨的 就说句 不该说的话 还真不如没有他 是割腕了吗 不是 喝药 喝药了 后来是 抢救过来的 对 抢救了一宿吧 第二天早上起来 被睁眼了吧 打电话来 完了以后 赶紧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 我们就去了 到那夜里一点多了 当你醒来 你的第一感触是什么 你的第一念头是什么 当时我睁眼 看见我妈站在我边上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已经天亮了 我也知道我是晚上喝的 我就 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睡了几个晚上了 反正我就知道时间肯定不短了 我看我妈还在我身边站着 当时心里确实挺难受的 我在这陪了一宿 一天一宿没睡觉 当时就想 想着就说 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振奋起来 我想 就是通过我的努力 我把我曾经犯的错 我自己能弥补的 我都给他弥补了 不管说吃多少苦 受多少罪了 因为 家还有 我 我父母的家 对我来说是个大家 加上我这小家 这两个家 全让我给毁了 所以说 等于是我把我身边 对我最好的人 全让我杀了 柴先生告诉我们 这次轻生 让自己认识到了家人的可贵 认识到了自己过去 犯下的错误 是多么不可原谅 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柴先生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来换取家人的原谅 但是父亲和爱人的再次出走 让柴先生心理上 再次感到崩溃 多次寻找无果 柴先生知道 是因为自己过去的错误 才导致如今的局面 所以柴先生并不奢求 父亲和妻子的回归 只希望知道他们现在 平安健康 我们现在尝试着 再次跟柴先生的父亲联系一下 看他电话是不是开机了 在你看来 你觉得你爸爸的离家出走 跟你有很大关系吗 有 就是看着他受摆了害怕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每天家里已经成这样了 他天天看见我 可能也是烦了 和他之间也没什么沟通 所以说 就觉得我认为他就想的就是 离开这地方能清静点 从来不主动跟爸爸说话 说话说 但是就是 也是就是说 看见到了教育生 然后几乎就没什么想法 爸爸走了以后 你找过他吗 找过 你去哪找过他 去姑姑家 去亲戚家呗 别处都没找过 亲戚都怎么说呢 不知道 谁也没看到过他 对 也就他其实在躲所有的人 躲亲戚 对 也不想让你们找到他 对 那爸爸每次回来 你不主动上去问问爸爸 爸爸你都去哪了 你这样我们很担心你 我问过 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 就是 他一张嘴 我问 我跟他说话吧 他一张嘴也是出来的 就是那种特别阅忍的 我们互相之间 都可能说这么多年就习惯了吧 我也问过他 我说你去哪了 比如我能去哪了 旅店没 就上次回来 我就问他 我说您这十多天干嘛去了 我说 什么也没干 就外边找个地儿住 我说您说您这 平时您这省吃眼用的 我说您这一天 连吃带住的 这一不也就花钱 然后就再往下说 就都不爱听了 那肯定他会说 那您就把家都给败了 我这花这点钱 算什么钱呢 是不是 对 你建议我们 也连线连线他吗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我都打不是一次 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觉 半夜起来打 啥点打怎么样 第一次拨打是关机 你经常打这个电话吗 经常打 经常打也是这种状态 对 关机 对 他从离开的那天 就把手机关掉 对 就一直没开过 但是他回来以后 手机会开机吗 在家他也开着 也就这个号 他是没有变过 没有没有 我估计这回人走了 不一定回来 我们再试一次 您拨掉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那我们的现场 经过两次拨打 他仍然是关机的状态 我想此时此刻 可能你爸爸还是 没有想过要回家 对 此时主持人两次拨打电话 依然关机 柴先生的父亲 到底在哪里 我们也不免为此感到担心 与此同时 场外的编头 已经抵达了命运 您是这个工人是吗 您不是啊 那这个工人是放假的 都放假了 哦 那好了 那谢谢您啊 好嘞 还是都放假了 我们再去别的厂 再看看 通过探访 我们了解到 这家锅炉厂 已经放假了 没有什么工人 流厂的工人中 也没有柴先生的父亲 于是 我们又急忙赶跑了下一座工厂 为了探讯柴先生父亲的消息 主持人又给柴先生的叔叔打去了电话 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又能否接通呢 喂 喂 您好 请问是柴先生吗 你好 不好意思打扰您 我们是北京电视台 谁在说节目组 就是您的哥哥 有没有 因为他已经离开家很长时间啊 他有没有去找过您 没有没有 没联系 从来没联系过 对对 他也没 他也没 他也没手机什么 没联系 你有多长时间 没有见到您哥哥了 没有 两月了 左右了吧 两月 两个月了 上次见面是在他家 还是他去您家了 最后一次 在我家 在您家 我 对 他有没有跟您聊起过家里的事 就是说是 他儿子我的 反正是 威胁他吧 要砍他 又要杀他的 啊 儿子对他说这样的话 他儿子对他说这样的话了 啊 对 就是上次 那就是上次 就是走19天那回 那您认为他现在出走 是跟他儿子有关 是儿子经常威胁他是吗 对 那据您这个做叔叔的 了解 您对这个侄子的了解 您觉得他会是这样的人吗 或者说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应该是会的 我觉得应该会的 哦 也就是小子还挺浑的 对 哦 他经常在家里这样 说这样的话 经常干这样的事吗 我据听我哥哥说 家里的东西就摔了 他家那个房子 我的都已经没了嘛 是吧 你们对哥哥担心吗 哥哥在外面现在这样的状态 那怎么不担心啊 担心是担心 就是早说 他说是 就说让我们哥儿子放心 就是说他不有退休金嘛 嗯 他不会心思的 自己就 有这个退休金在外 自己就生活了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嫂子啊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嫂子 跟他这么分开 是不是也不是特别的合适呢 他们 他们俩好像 矛盾也不少 因为在教育孩子这方面 还有别的事 好像矛盾也不小 那不去年 去年吧 好像 好像起错离婚了嘛 原因就是 这家让我们两个弄没了 这孩子这样是我给造成的 都是我的过错 跟他没有一点责任 没关系 是谁起诉谁 您知道吗 好像是我别起诉的那个的 您刚才说孩子教育问题上 那在您作为叔叔的角度来看 孩子教育问题上 是不是 您嫂子对孩子的态度 稍微比你哥哥要稍微的 交惯一些对吗 太交惯了 不是一些 一直是 好像是 从小到大 一直是我爪子惯着他 是这样 他们家人都转着这种 这不连线不知道啊 原来你爸爸走 是因为你在家经常威胁他 他说你摔东西 我承认 我摔过 但是我 我从来没说 面对面的跟他说 我说 你说 你不走 我就怎么怎么让你 或者说我怎么让你 我从来没说 那在家里摔东西 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我这个 感情这方面 爸爸是过多的干预了还是 从一开始他就不大愿意 哎呀 他是就觉得这孩子 就不成性吧 说句白了 虽说他不爱说 但是我能知道他不愿意 你看 我都快结婚 你比如说 9月1号结婚吧 到8月30号的时候 他还不回来呢 后来是家里人强说着 算是把他秧了回来 参加了那个婚礼 我在这事上 我就多少对他 有点意见 然后 我媳妇走了之后 我就想去找他去 然后他就反对了 反对我们 就因为这发生分解 就是你去找你媳妇还用你爸爸同意吗 找我媳妇 我有一次我想让我妈跟我一块去吗 你还是说因为要去找你媳妇 可能又牵涉到一个钱的问题 有 肯定有那关系 他没钱不是 所以可能是你会让爸爸出钱 对 然后爸爸可能不支持你 对 就会发生冲突 对 那往往你和家人发生剧烈的冲突 比方说言语的威胁 好 言语的暴力 同时还有些摔东西啊 那么是不是都和钱有关系 不一定 不是都跟钱有关系 嗯 那是什么 比方说有感情方面的东西 比方你和父母之间 他们哪句话让你觉得不爽了 不是钱啊 其他的部分 你说一个 举个例子 就我跟我父亲就是 好像从各个方面 就是我们俩想的东西 好像就是一个想天 一个想地 通过他爸手机 知道他有两万块钱吧 要是为了某件事 商量的事 或者聊的时候 每次都都能打钱 他这个 说跟他爸爸商量 拿出来 他俩要干点的 他爸爸说没钱 就用这个 就没有一次说 那我们再推回好几年前啊 比方说那一次 你跟你妈妈达成了一个一致 我们把房子 过不给我儿子身上 让我儿子做公司更便利 其实就是为了夺你爸 这个坎儿 对不对 如果你爸说我不同意 结果会怎样 我就不去 我就不同意 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就是办不了 肯定是过不了 你会不会 无论如何都能让他同意 不会的 因为他死一半来不去 我也不能找儿子代替他去 我也不能强下 那你有没有可能 因为现在是二比一嘛 对不对 家里三个人 有没有可能 其实你和你妈妈会联手 逼他同意 不会 就会尊重他 是吗 对 就想着咱也拿不出钱了 好不容易孩子要干点啥 咱们借也借不来 我说那不行就跟他去吧 尊重他 当时他不是不太愿意吗 不太愿意 就跟他聊呗 最终聊到最后也是 这逼一聊 直到同意就不聊了 是这个状态吧 对 我相信你的妈妈 她会有她自己的方法 没有有啥方法 没方法 所以听到这儿 我们能听出来 在这个家庭当中 你能够成为今天这样子 跟妈妈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到今天 也只有妈妈仍然是 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但接下来如何面对后面的生活 我想妈妈的态度和妈妈的做法 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把妈妈请上来 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好吧 来把妈妈请上来 你儿子呢 非常坦诚 今天来这儿 真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说给我们听 也是信任我们 这件事情到今天这样 有他的内因 也有他的外因 我们要先把这个问题的原因找到 可能对于未来怎么去改变它 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结局 实际当我们通过叔叔的电话也好 包括通过儿子的讲述当中 直言片语的这个透露也好 其实我们找到了一点点的原因 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您在对这个孩子的教育 从小都是一个比较的意义孤行 或者说很多时候是 你自己做决定 很少跟他爸爸商量 另外一个 你对孩子的这种交宠 是不是导致他今天 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 有着直接的关系 就是没把这事处理好 造成今天的结局 肯定是与我有直接的责任 为什么没有想过 都跟他爸爸商量商量呢 因为他爸这人呢 咋说呢 他有些话 他想法各方面啊 就很少就是有什么事 能商量通过 他那想法跟别人 好像就是跟常人 我就感觉他好像不正常 就没有一回说 甭管什么事能痛痛快快地说 他所有的就是说 他怎么想的都对 他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个啊 就是说咱们人正常的过日子 说这个人情费网的 不可能没有吧 说商量商量 说咱们就说 再日子再紧 就是也别比人家推着什么了 他就认为就是 嘿 这自己过自己日子 说那个没必要 说追求人家这个 那个自己 恨不得明天都没有饭吃呢 你非要拽着那脸 跟人家一块比去干什么呀 能不去就不去吧 就这么个人 他这说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人 人的一生 就说难免的 就说有个朋友 亲戚朋友 还有个什么事 咱们互相怎么叫来往 你说是吧 有个人际关系 这方面 他觉得 我觉得他在这些方面 做的是跟正常人 就是恰恰 就是由于您的这个思想 才能够培养出 这么一个儿子来 我们说当你自己 能够有一个基本生活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去实现自我 实现你的梦想 也就是更高层次的需要 那么作为你儿子来讲 想当老板 他想实现自我梦想 想主宰自己的生活 主宰自己的事业 那是更高级的 还一定是在自己的温饱 已经解决完了的前提下 才可能 那么你的先生说了 我们今天人情往来 今天比方说 我们徐律说 我们孩子上初中了 请你们吃个饭 对吧 我自己的孩子学费都交不上 我还去吃什么饭 吃饭花钱 可能我给了五块 然后您觉得五块钱太丢人了 我得去借两块给他 其实我觉得 作为朴实的一个工薪阶层 我觉得在命运这个地方 我认为可能 你先上那个想法 更接地气 您这个想法跟您儿子很像 老弄点高大上 是吧 恰恰您就变成是空的 没有支点的空 那你们特别想绕过他 那么像您这种思想 不断地说 不断地说 其实对儿子影响是巨大的 他也认为 人怎么能像我爸这么活呢 怎么那么目光短浅呢 怎么老看自己这锅里到底有没有肉啊 对吧 我们万一将来 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其实我们说孩子的成长 母亲是一个最大的教科书 干大事呢 才需要钱 这钱从哪来啊 还有一套房子 就盯着父母呢 那您呢 您就去支持儿子 那是不是对孩子也有一个评估啊 我的孩子给人打工 他挣了多少钱 他是不是一个非常勤快的导游 他是不是能够撑起这个摊子 他有没有管理经验 也没有评估 但是您是支持的 我相信孩子父亲不同意 把这个房子变更到他的名下 因为就这么一个儿子 咱说的再直白一点 百年过后不全是他的嘛 没有人跟他争啊 是不是就这一个孩子 那好 那么二二位才五十多岁 就先把房子就过不给他的名下 您说老头能愿意吗 他肯定不欺缘 因为自己就没窝了 那住的房子就是儿子的房子啊 本来他跟儿子这个关系 父亲跟儿子之间是有隔阂的 他现在要住到儿子的屋子里去了 您说他能愿意吗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啊 所以在处理这些过程当中 您看您对孩子的爸爸 还是挺缺少尊重的 我想去年他能够一纸诉状 提出诉讼离婚 是 跟你这么多年对孩子的教育 肯定是对你怀恨在心的 对 或者很有埋怨 对对对 是这样吗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诉讼结束了吗 结束了 是怎么判决的 那会儿就是说 就是调解吧 然后开庭的时候 后来我说 我说甭可怎么着 我说他 就是说他这种心情我理解 说三十多年夫妻了 他自己本身有病 我说作为我来讲 我不舍得抛弃他 我不忍心抛弃他 不管 我说你对我有意见的 我可以慢慢改 我说那个 让我跟你签字离婚 我绝对不签 就这么 后来这么说的 后来没有判决 没判 那我想问一下你阿姨 如果说抛开儿子的问题的话 您觉得您跟您爱人之间 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您纯粹是为了维护儿子的利益 或者是替着儿子说偏话 所以把那老头给心给伤透了 是 所以现在想想 小伙子 你妈妈其实是最难做的一个 她现在舍你也不成 不舍你也不成 但她作为一个女人 活到这个岁是五十多岁了 她到现在老伴离开她 她一心为之骄傲的儿子 却这样背着她做了很多 令她伤心的事 所以你妈妈多么的难过 我想如果说 在每次你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哪怕想到一点点你妈妈的付出 可能你就不至于到今天 到今天这所有的结局 却让她要承受 你觉得公平吗 不公平 那你还说你有资格怪你爸爸吗 你有资格怪你爸爸说 他对你找的这个媳妇不满意 他对你的现状不满意 你觉得你有资格怪他吗 没有 在你这个家其实很没有地位 这个明确可以感觉得到 就是你妈妈永远是把你放在第一位的 实际上这样的排序是错误的 就是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 就会形成以你为中心 时间长了 你就会认为什么都是你的 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围着你转 你可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但别人必须服从你的感受 长期的溺爱导致最大的一个后果 就是导致自私 然后性格会专横跋扈 甚至出现这种打爹骂娘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 就是我最开始就说 要改变你儿子 首先改变你自己 就已经到了三十岁了 那么你绝对应该给他断奶了 现在还处在一个啃老的状态 是不是 自己不挣钱就没有饭吃 你不能再养他了 你自己也是 从现在开始 就靠自己的双手 自己能挣来今天的饭吃 就今天就有饭吃 挣不来就没有饭吃 不能再给你的妈妈和爸爸添麻烦了 您就这两千块钱 两千多块钱 不吃不喝 您多少年能给他补上 您补不上 您照顾好自己的状况就行了 儿子呢 既然是他欠的债 人家就找他去了 现在不是也没什么可卖的了吗 您就是踏实实地租这个房子 照顾好老妈 这一千多块钱呢 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呀 每天早上起来干什么 就一天你跟我们讲述一下 你每天现在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最近这些日子几乎就不出雾 就在床上 就在床上 对 你整天都在床上 干嘛呢 玩电脑 看书 就是躺着发呆 发呆 一直在床上 那吃饭呢 妈妈端在床上去 不吃 妈妈会给他送饭进去吗 不是 多少天了 对 实在太饿怎么办呢 得有十多天了吧 我也不知道饿 饿了就喝口水 一杯水喝了 就是一天也再也不感觉到饿了 我觉得啊 既然您是渴望有一份工作 那么在我们没有找到工作之前 是不是咱就做好一种上战场的准备 这是要做的 您躺在床上 您发呆 真正说 通过这个栏目 也许有一些热心的朋友 说这小伙子 那行 我这还有工作 那你给我到我这来吧 工资待遇呢 咱们再说 你先到我这来试试 我观察观察 因为你毕竟是有记录的 对不对 那好 您到人民那去 您这个懒散的状态 谁敢用你的 所以您自己先得说 我们没事先擦枪 真正上战场的时候 咱哪就走了 您哪可好 我扇不动 越懒散的人 越会给自己找各种理由 而且越懒是越散 你刚才站在那 其实我问了你 我说你今天来干嘛 你说我在忏悔 我问你有信心吗 你说有 你准备好了吗 你说是的 但是其实通过这两个多小时 我们跟您交谈之后 至少我会觉得 你其实根本没准备好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准备 而且我认为 妈妈呢 对儿子还是没有要求 对 在这个时候 您还一味地躺着 就让他躺着 这个时候您是应该 调整自己的态度 我就想在北京城里 咱那么多人 好多人条件不如您家 人家甚至于说 真是肩膀带着脑袋 就来北京闯荡来了 人家都能活得好好的 只要能复出 在北京真的饿不着人 我能不能先自己 先从最基础的工作 开始做起 您这儿可好 妈妈一再强调 咱家境就是这样 咱工薪阶层 既然咱已经是工薪阶层了 咱的孩子干嘛 还养出一个少爷来 这就是咱的问题了 谢谢 而且在今天 你刚才说了几次 你的工作 你都是有一个前提的 你看看 你找工作 你的前提归纳为是 因为我有这样的记录 所以别人不用我 这是你设置了一个障碍 然后呢 我们问你现在怎么不做 你说去年去了哈尔滨 干了一年 后来没干 是因为我媳妇走了 我一个人我不想干了 你又设置了一个障碍 就没有他 你就不能吗 别人是奔着你来 也是希望你有变化 跟你过日子的 你现在是成了 你奔着他了 他走了 你就六神五主了 所以你在给自己 每一次要 你想起来 你想腾飞 或者你想有所改变的时候 你又首先给自己 设置了一个栏杆 把自己站在前面 在节目现场 专家老师们 对柴先生母子的行为 做了细致的分析 希望帮助他们 找到问题的根源 此时场外 栏目组编导继续在探访着 柴先生父亲的下落 由于这家工厂正在上班时间 所以编导无法进入拍摄找寻 只好通过一些零散的工作人员 了解一些信息 但是这几位工作人员 也表示不太清楚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编导决定赶往下一家工厂 这次找学的结果 能有进展吗 阿姨我想问一下 靠您的这点工资 现在雇家里这些开支够吗 现在就外边账还不上 我都借钱过日子 借钱都找谁借呢 就是接房邻居 接房邻居 接房邻居就推着过 亲戚朋友 因为我还得交房租 租房人家都说是半年一交 或者一年 我就跟人说了 我说我这点工资有 就是说收入有限 我说跟人原来的老街坊 我就说的是 一个季度一收我的 每个月交多少钱房租 每个月 现在我租这个 没说老街坊 就跟我要一千块钱 一个月的收入 一半租房了 一千块钱 就家里所有的开支 生活费 两千多块钱 那个退休金 一千块钱 那个什么 那个房租 水电费呢 我也交不是 然后就是过 他爸这走了将近两个月 他在家的时候 有时候给我 一千五或者两千 就这么能凑复维持 找你亲戚 兄弟姐妹借过钱吗 他们也有 都借了 都借过 我知道今天坐的场下 其实是你弟弟是吗 我弟弟 弟弟今天来 是舅舅吧 舅舅 那我也问问舅舅啊 今天您能够来到现场 非常感谢 整个的讲述 你也都听到了 对这个外甥 你是看着他长大的 对 他今天这样 你是不是也挺心疼的 心疼肯定的 多的还是生气 生气 恨铁不成钢 你觉得你姐姐 值得同情吗 反正我心疼了 心疼他 但是 那我也要说一句 反正 姐 我说什么 你别生气 我不生气 你说吧 你真的听那专家的 就是你儿子 现在成这样 真的是你早上做 因为好多年前 因为那会儿 我们家呢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 我们家他不住楼房 他住平房 有一四个院 都回家过年嘛 都回进来 就差他了 就差外人 然后就说 他们家离我 我爸他家的 应该大概 也就有超过两公里 就说我怎么去 我姐姐说了 你打车 其实家里人 听着心里都挺不舒服 你孩子这样 走走又能怎么样呢 是吧 他到家了以后 待了好像也就有十分钟吧 这孩子就走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呢 他走了以后 不到五分钟 我姐也走了 因为过年 家里人都挺心里不舒服的 为什么呢 就说 这外甥说 说我那表哥 也太想做了 走了 为什么呢 他说 我舅舅 没跟我打招呼 没跟他说话 他觉得别人看不起 你看 这样做我姐姐 就说孩子这样 肯定有孩子就不对吧 你做母亲 那一大家的人都在家 他也走了 他说 你看不起我 我也走了 这个时候 他站在儿子的角度 我要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他在爱他儿子的问题上 真的没有原则 而且他儿子成这样 也跟他绝对是有关系的 就是对孩子的 这个是非价值观 所有的一切 没有一个品牌的标准 好像是 对他儿子的问题上 真是无原则的妥协 你就想说 就是这房子问题 我们也说过 包括我弟弟 我家我也弟弟 就是我姐 还有别的 其他姐姐就要说 说这房子 你不能给他 当时其实你们也这么说过 我们都说过 就是说你 这就刚才专家也说了 说你救这儿子 刚才早晚都是你的吧 是吧 说不能给他 因为那会儿就觉得 孩子万一啊 把这房子弄没怎么 我姐 您看他怎么说的 我救这儿子 我只是早晚的时候 给他又怎么样 那他就决定就给了 那你说我们 又不能说别的 对 是吧 所以说 其实我是心疼的 可是我有时候我也生气 现在姐姐生活艰难成这样 你们做弟弟 是不是也对他帮助了一些 你说我要说了吧 其实我姐心里也明白 过去她欠人家钱的时候 就是说人家也要钱 要急了 是不是 因为我不能看他着急 有时候我也给 说是借 我就希望那孩子真的能 自己成长起来 是吧 然后把自己家日子过好了 因为你爹妈也这么大了 还能蹦几年了 对 是吧 张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 尽管有对姐姐和外甥的 指责和埋怨 但我们更听到了亲人间真正的关怀与爱 如今这一家人如何度过难关 则是当务之急 那么到现在为止 财先生所欠下的外债数字 真如他所说的吗 不断贷 我还差 就经我手借 我还差你好几万块钱 多少钱 你手上借的还有 我现在手上借 就连我的兄弟姐妹都算上 得够六万块钱 儿子知道这些吗 知道 知道 小伙子我问你 你现在一共还欠了多少 还有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在现场专家的询问下 财先生终于吐露出了隐瞒至今的真相 自己还背负着二十多万的外债 听到这个消息 张女士再一次崩溃 儿子为什么一直隐瞒到现在 面对二十万的外债 母亲又能否接受呢 还有二十多万 你跟妈妈交代过吗 您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 第一次 您听到二十万的时候 您什么感觉 我都要崩溃了 我都 我现在我的账我都还不上 我现在啥都没有了 你要弄这么多外债 怎么活呀 你这二十万是不是 以后不会再改变了 不会 不会再改变了 都是借个朋友的钱是吗 是赌债啊 还是你真的说就管着几张借条 借人的钱花去了 利息啊 就是什么性质 是赌债啊 还是利息啊 还是什么性质 就是这二十多万都是为了还以前的那个 就是倒来倒去 就反正跟赌债有关系吧 但是这钱不是拿去 这二十多万不是拿去输的 是拿去赌以前赌债的窟窿 有信用卡的账吗 没有 没有啊 柴先生告诉我们 拆东墙补西墙的举动 让自己还背负着二十余万元的外债 这对如今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母子二人几乎失去了面对的勇气 而此时场外的栏目组再次来到一间工厂 这个工厂会带给我们惊喜吗 我想问一下 您这儿有一个在台浦国的人吗 什么 有一个在台浦国的人吗 没有 没有吗 就是 我说有张照片能看啊 在啥 台浦国 没有 这儿没有 能跟你查啊 没有 能跟你查啊 时间越来越晚 为了再次避免无意义的寻找 编导决定去柴先生的户籍所在地看看 我们现在去柴先生父亲的户籍所在地的开出所 希望这里能给我们一些收复 节目现场 面对失去信心的母子二人 专家老师经过商讨 决定给柴先生播放一段录音 这段录音又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干所有的事情 其实最主要是心理的这个支撑必须要有 而现在对于你来说 这个心理的支撑就是你的妻子 对吗 嗯 你希望他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一起来度过难关 是吗 我是这么讲的 你现在对他的依赖是大于你的父母的 对吗 对 其实我们在节目录制之前 也跟他取得过联系 我相信你也一直在找他 对 你联系得上他吗 也不让 他离家出走是有别的原因吗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 你自认为你对他还是挺好的 对 但是我们跟他联系之后 他却不是这样说的 你想听一下吗 想 来放一下录音 您好 喂您好 是恶女士吗 对 是 您好 我是北京电视台 谁在说的编导 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您认识 认识 他跟您是什么关系呀 应该说我老公吧 已经分开了 反正主要就是他提起不大 他打您吗 很频繁吗 很严重 很严重 就是没想着再跟他再跟他再复活 他今天也跟我撑电话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我说那个 反正是我对他已经已经 怎么说了 失去信心是一方样 但是说 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流感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果是常愿意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俩可以把手机放了 这是我们编导 在昨天的一段采访 可能这个态度 让我们听出来 他对你们的生活 没有太多的信心 所以他可能对这档婚姻 的确是有些失望 那如果说这个前提也没有的话 你的未来的路 还要继续走吗 走 还得走 对 坚定 坚定 所以你听到这个录音 你会怪他吗 不怪 因为 这种东西是 我认为就是 必须得去面对 因为这种东西 你也不能永远逃避的 现在说实话 我还是 不想接受这现实 我还是想说 有一天 我通过我自己 我就这么想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有一天 也许他能看见希望 我给我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 我会 这个想法 我会一直有这想法 我一直会抱着这希望 婚姻 当时我相信你进入婚姻的时候 你也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能力经营她 对不对 只是把这个女人拽到你的生活当中来了 进来以后 你也没给到别人实质性的婚姻内容 现在又把婚姻弄了一团糟 所以这一步一步 你再看你走的路 一步错 步步错 就跟下棋一样 这个棋走错了一步 满盘结束了 其实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婴儿状 就是我是没有能力的 婴儿不就躺在床上吗 那可能妈妈对你的要求 一下就降低了 你看我儿子都这样了 算了 我也别骂她了 我也别说她了 然后妈妈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 面对一个小小的小孩一样 那么今天呢 你刚才说去婚姻了 你躺在那个地方 你是没有资格娶媳妇的 因为你是个婴儿 所以你比自己长大 你才可能驾驭你的生活 其实我特别希望在这个时候 你能开始一段独立的生活 首先呢 让你妈先活两天 明白吗 因为马上就进入了什么呀 我们叫做服务员的 这个民工框一样 马上很多的春节 各大酒店的人都特别少 那么恰恰呢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 包吃包住 集体生活的一个环境 而且你自己 我们刚才跟你交流中 我们也会发现 其实如果你要当一个服务员 我觉得真的还不错 因为他挺会说话的 也挺热情的 这么多年来讲 你太多的想法了 哪儿挣钱你就跑哪儿去 你脑子里满脑都是 抢钱去 见钱去 是吧 在这个地方你没有 周而复始 对吧 都被别人安排 你今天干嘛干嘛 人点什么 你叫什么 你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你才能够真正让你的心 开始能有个安定的地方 我觉得你太需要一个 被别人管理的时间了 因为我觉得你从小到大 你都没被人管过 我看出来了 上学老师也是 也是老师的烦恼 有可能吧 管不了 对啊 所以你一定要 就跟同活一样 我重新找一个地方 让他重新归着归着我 而且你要降低 自己内心的 对自己的期许 包括妈妈也是一样 你要降低 对儿子的这个看法了 我儿子可能 他现在就只能 从零开始 或者从 最基本的服务员开始干起 所以王老师刚才 这个建议 我就在想 哎呦 他的建议非常好 但是你未必去实施 这就是心理的落差 那怎么办 可能我们脚踏实地 只能是从 最低层的做起 慢慢的 让自己心灵放空一段 总比你待在家里 发呆好 这样比较现实 这个离胎啊 对妈妈也是一段疗伤 他还要修复 他跟他先生的关系 你说呢 因为妈妈并不想说 我真的和先生离婚 他就有个修复的机会 我觉得你去工作 他能够修复 那同时让你别去打搅 你的妻子 让他也有一个心灵修复的 一个时间段 其实他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关键是他不去做 他我觉得和他母亲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心气很高 眼高手低 所以希望值很高 你只有通过原始的积累 先给别人打工 经验也积累了 自己也攒了点钱 你才具备创业的条件 实际上你现在要设身处地的想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处境 现在他能自食其力 你就成功了一半 另外他对外的债务 我觉得您没有义务去替他去偿还 我不建议你再替他去偿还 他的债务就靠他自己努力去偿还 然后你再看一下 如果是赌债的话 是不需要偿还 如果是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 也是不需要偿还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的忏悔 尽管很真诚 但是只有忏悔没有行动 那是一张白纸 是苍白无力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你明天能够挣点起床 我们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去考虑我们能为妈妈做什么 能够为这个家做什么 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彻底的转变 你现在才三十岁 犯的这些错误 其实我还是觉得 妈妈你不要太悲伤 幸好这个错误是犯在二十到三十岁 而不是三十到四十或者四十到五十 我更往后 可能我们连翻本的资本都没有 他的人生还才刚刚开始 他完全有机会 只要他愿意重新开始 是完全有机会的 因为他有时间 所以我们要跟妈妈说 儿子现在马上开始他新的一页了 这一页怎么走 也跟你有很大关系 我们给您的建议是 现在你必须要把他推向社会 不允许他在你的房子里面住 他如果不交房租 让他走 这是妈妈节一缩时 借来的钱交的房租 你不交房租住在这 你还天天躺在床上 你还吃我东西 凭什么 你没地儿住 你睡大街也是你的事 现在你把家弄成这个样子 你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 哪怕是受尽惩罚 我现在在外面再历练一年 你身上就不会有这么多肉了 你还白白胖胖的 所以这就是妈妈 根本都不狠心 甭管她现在 你现在一门心里要做的是什么 把老母亲照顾好 爸 你老公想办法找回来 试着过过你们二人的世界 就儿子的这个问题 好好地跟老公认认错 跟他探讨探讨 交流交流 告诉老公 这几年可能是我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一意孤行 没有听您的建议 没有跟您商量 我出了很大的问题 你看导致儿子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接下来儿子怎么样 由他自己去 我只希望我们两个人 能过好我们的晚年 这也是我能够挽救这段婚姻 切实能做的 你要找你老爸去谈 行 可以吗 各位老师专家 因为儿子已经三十岁 你管不了 我改造我以前的错误 对 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位小伙子的妻子谈一谈 第一个来讲 可能你之所以选择他 一定有他身上一些闪光点 那么今天他能够面对这样一个舞台 我觉得他还是确确实实想改变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 沉淀一阵以后 你能够给他一些希望 通过专家老师的开导 母子二人分别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问题 柴先生更是表示 不管妻子是否归来 这次都不会动摇自己 要坚持改变 努力生活的决心 看到柴先生的决心 我们现场又播放了另一段录音 这段录音 是否会给柴先生的心态 带来什么变化呢 如果他改好了 他愿意改正的话 您还愿意跟他复合吗 如果他自己就改正了 我还是可以考虑 还是可以考虑的是吗 也就是说 您其实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对吗 第一个说没感情的 但是那是瞎 就是多少有点感情 毕竟我俩也生活了三四年了 只要你愿意调整改变 他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尝试一下的 这个女人在选择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他喜欢你的肯定是你的真诚 你的毫无保留 但是每个女人都对自己的生活 是有期待的 他不想看到你永远这样下去 他希望他选择的人 也能够给他一个惊喜 对不对 所以听到这段录音呢 我相信能给你一些支持 给你一些支撑 接下来你不要慌着去跟他联系 也不要急着去把他接回来 一定要让自己做出实际行动了 慢慢地让他看到你有改变了 你有能力去经营好你们的婚姻了 你再告诉他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会 这个女人在你身边 是你继续往下走的动力 有她的出现其实是美好的 妈妈已经老了 妈妈已经不能再替你承担更多的责任了 现在 希望你像一个男人一样 扛起整个家庭的重任 妻子的录音 让柴先生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 我们也希望柴先生能更加坚强 此时编导从密云发回了消息 经过多方寻找并没有关于柴先生父亲的消息 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考虑到柴先生的父亲和妻子都可能会看到节目 主持人决定让柴先生说一些希望他们听到的肺腑之言 如果今天是把这当作一次忏悔的机会的话 我希望这期节目你的爸爸能够看到 我也希望这期节目你的妻子能够看到 镜头就在这里 如果说你爸爸能够看到的话 你最想对你爸爸说的是什么 告诉他 爸爸回家吧 我错了 我以后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你 希望你能早点回来 我会找一个 就是从最低的 像老师说的从最低的起点 我会找一个 是我自己能干的 我一定会吃苦好好干 然后我 让这个家能慢慢的 能恢复成以前的那个样子 我会努力的 请你再相信我的最后一回 这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相信叔叔如果你能看到这期节目的话呢 一定要给自己的儿子一次机会 也一定要给这个阿姨一次机会 如果电视机前的看到的是你的妻子 你想对她说什么 老婆我对不起你 我希望 你在外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马上就过年了 我也不知道 在春节前 我肯定会努力的 我不知道在春节前你能不能觉得我有变化 我希望你能觉得有变化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在外边过年 你也回来了 我相信你的妻子是能够支持你的 但是 在接下来 因为她的电话是能打通的 在接下来的沟通当中 希望你每一次能给她具体的时间的规划 比如说 你要跟她说 老婆 你能不能给我一年的时间 或者半年的时间 我一年的目标是做到什么程度 我半年的目标是做到什么程度 我三个月之内是必须找到工作的 对吧 我六个月是必须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一年我有个什么样的规划 明年我有个什么样的规划 你一定要每次跟她谈这些内容 而不要再谈消极的 不要再谈过去 也不要再谈一些空论的 这样的一些没有内容的东西 好吗 好的 我相信这样的话 一步一步的 我们用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的时间 甚至两年 三年 咱们不怕吃苦 你一定会再次站起来的 相信自己 好的 好吗 好的 妈妈 你儿子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头脑的感觉 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你能够再给她一些力量吗 再相信她一起 以前的错 应该吸取教训 不能再让她重痒了 以后 她也塌下心了 就是弯下腰了 好好从零开始 好好过日子 你让你媳妇 看到你有希望了 有变化了 她才能安安心心地回来呢 其实她走了 我也挺伤心的 她在咱那边举目无亲 要换成我的规矩 我也肯定会这样的 不是我身上掉的肉 我一直就惦记着她 跟她也联系不上 你要用实际行动 让她自己 在你身上看到光明 她才能看她 就是回来跟你过日子呢 我会的 今天 所有在场人跟我说的 每一句话 我都会记在心里 这次我一定会改的 如果再不改的话 我才真彻底着完了 现在我觉得我自己 还有机会 对 妈妈你也相信 请你也在相信 相信我这最后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今天我们在场的 所有的观众 还有舅舅 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 我相信此刻 所有在场的人 都能够 见证这一时刻 或许下一次这个男孩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是在半年后 是在一年后 我们会时刻关注她的成长 时刻关注她的变化 当那个时候 希望她是能够 真的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也希望你们家庭 能够重新找到 新的希望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家朋友们 面对焦虑的母亲 儿子在场上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对自己过去的 所作所为痛恨不已 我们相信 这次的道歉是真诚的 这次的忏悔 是发自肺腑的 我们也希望 这位渴望回头的浪子 能不再辜负 不再伤害身边的人 节目最后 柴先生对栏目组 表示了感谢 表示这次 不会让任何人失望 我们也希望 柴先生的父亲 看到本期节目 能对儿子和妻子 有重新的看法 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与家人一起面对困难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假很份识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